根据东英吉利大学UEA的一项新研究,维生素C可能是晚年强健肌肉的关键。 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吃大量维生素C的老年人骨骼肌质量最好。 维生素C通常存在于柑橘类水果、浆果和蔬菜中。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肌数量会减少。 从而导致骨骼肌减少症、骨骼肌数量和功能的减少、身体虚弱和生活质量下降。 东安格利亚大学诺里奇医学院的首席研究员埃尔萨维尔奇教授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失去骨骼肌的质量和力量。 50岁以上的人每年会失去骨骼肌总量的1%。 全世界有超过5000万人受到这种损失的影响。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会导致虚弱和其他不良后果。 如鸡绍症、身体残疾、二型糖尿病、生存和死亡质量下降。 我们知道维生素C的摄数与骨骼肌质量有关。 它有助于保护构成身体的细胞和组织免受潜在的有害自由基物质的伤害。 这些自由基会破坏肌肉,从而加速与衰老相关的衰退。 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调查维生素C涉入对老年人的重要性。 我们想知道吃更多维生素C的人是否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肌肉。 研究小组研究了13000多名年龄在42至82岁之间的人的数据。 这些人参加了Epic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调查诺福克研究。 研究人员计算了他们的骨骼肌质量,并分析了他们七天的饮食日记中维生素C的摄入量。 此外还检查了他们血液中维生素C的含量。 来自东安格利亚诺维奇医学院的理查德海霍博士说, 我们对诺福克老年居民进行了大样等研究。 发现饮食或血液中维生素C含量最高的人,与那些含量最低的人相比, 估计骨骼肌质量最高。 我们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表明,膳食维生素C对老年男性和女性的肌肉健康很重要, 可能有助于防止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维生素C在水果和蔬菜或补充剂中很容易获得。 所以提高维生素的摄入量相对简单。 我们发现,近60%的男性和50%的女性参与者没有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 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 他们应该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 我们不是在谈论需要大量剂量的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 每天吃一个柑橘类水果, 比如橙子, 再吃点蔬菜就足够了。 维持骨骼肌的功能是成功老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促进独立, 活动能力, 生活质量和减少跌倒和衰弱。 与这项研究不同的是, 去年, 都柏林圣三医学院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大型研究表明, 维生素C缺乏是60岁以上成年人骨骼肌功能低下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维生素C缺乏的老年人中, 肌肉无力的患病率40.4%是维生素C充足的老年人21.6%的两倍。 同样, 缺乏维生素C的老年人25.2%的肌肉功能受损, 是维生素C充足的老年人7.9%的三倍。 基于更复杂的统计分析, 这研究表明维生素C缺乏, 显著增加了肌肉力量和运动能力受损的可能性。 研究还证实了体育活动的相关好处。 参加有规律的适度体育活动的老年人, 其肌肉力量和身体表现不佳的可能性显著降低。